那一定會給你一個號 你就把它Key上去 那這邊因為我已經把它寫在它的檔案裡面了 所以它會自動跳出來 你就直接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使用者名稱你隨便打一下 沒關係 按下一步 接受 打勾 下一步 那這邊特別注意喔 這一點要選哪一個呢 其實應該選 這個會比較快一點 就全部裝 預設是一般嘛 可是會發現說有一些功能 它可能沒有安裝上去 比較保險的 用這個 完整安裝 特別注意這個安裝畫面到這裡 當然自訂安裝進去也是可以啦 也是全選也是一樣 那我們這邊用完整安裝 按下一步 然後就可以開始安裝了 它需要200多Meg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開始安裝 那裝的時間喔 有的時候呢 像 我自己在 我的經驗就是說呢 裝大概要花 5到10分鐘 我就在這5到10分鐘 我就看 比如說我抽到第一題 我就看第一題的題目 我就開始先做動作 先把我需要準備的東西啦 或者步驟先寫下來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讓它去裝 你做其他 對對 你就不要 在空打 有的人就是傻傻在那邊等 這個當然是浪費時間而已 因為你只有兩個小時啦 所以你如果說 希望你的 效率要更高 然後就是這個地方 在裝的時候 對對 沒錯 就是先把 比如說你第一題 就940301嘛 那個 就把它先放在桌面上嘛 那這個地方 按右鍵喔 以系統管理人身份執行 這個地方喔 那我放的位置就是網路 然後進到那個 這個就網路上的方鈴啦 Teacher這一台 分享檔案 就會找到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